大家好,我是小胤 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你知道你的手机为什么会越来越卡吗? 导致手机变卡的主要原因就是 手机存储空间不够用了 当存储空间接近满时 系统运行会变得非常缓慢 有没有想过 在背后的罪魁祸首 可能就是你每天都在用的微信 2011年1月 微信出版上线 将近14年过去 微信已经成为一个涵盖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超级APP 占用几十个G的空间 成为中国人民手机里最臃肿的应用之一 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 没有上网下线之所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联网 而微信作为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 它早已不是那个标榜小而美的应用 这个从默默无闻的聊天软件发展而来的数字生活平台 经过无数次的功能迭代 从基础的好友聊天 发送语音 到如今的微信支付 公众号 小程序 视频号 微信小商店 如此庞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装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每天都会产生大量数据 这不仅包括了聊天记录 还有海量的图片 视频 文件缓存 甚至连你刷过的朋友圈 和看过的公众号文章 都在悄悄尝试你的存储空间 就算我们不打开微信 它也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日子 和被动接收聊天数据等信息 日记越累 这些数据会导致手机存储空间不足 让手机变得越来越卡顿 打开微信 点击我 设置 公用 存储空间 微信移用空间这里 能看到微信占用的内存大小 这里显示了微信这一个程序 就占用了这台手机六分之一的存储空间 除非工作需要 我平时不常用微信聊天 即便如此 这其中聊天记录也占用了40多集 打开手机设置 找到应用管理 苹果手机打开设置 找到iPhone存储空间 我们能看到 这里面占用最多的就是微信 照片都采用了几个G 可谓是遥遥领先 虽然这个跟个人使用习惯有关 有非常热爱拍照的小伙伴 手机相写的占用量 可能也会非常惊人 但微信在聊天功能上 为什么也会占用这么多内存呢 微信的聊天记录 除了文字和语音 还包含了表情包 图片 音频 视频以及文档等 这些都是非常占内存的 而微信的技术架构相对落后 在内存利用上非常不合理 比如在聊天中 当你发送一个图片 视频或其他格式的文件 给10个人时 理论上只需要保存一份文件 然后分别发送链接给10人 但实际上 如果你发送一个10兆的视频 给10个人 你的手机会保存10份 总共占用100兆的空间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删除 手机中不重要的聊天内容 特别是聊天过程中产生的文件 还是在设置中找到存储空间 点击聊天记录中的管理 在这个列表中 你可以看到每个好友和群 分别占用了多少内存 并根据占用大小进行的排序 比如这个好友聊天记录 占用了3.6句 点击后面三个点 可以查看所有聊天记录中的文件 检查有没有重要内容 如果没有 得点击前面圆圈 把这个好友选择上 其他好友也是一样的 选择后 点击清理 清理的时候 只会删除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片 视频和文件信息 聊天中发送的文字 语音和表情 包括聊天列表中的文件缩猎图 都会被保留 清除后 只会剩下694兆的聊天文字 和语音的内容 点击清理 确定清理 清理完成 再点击刚刚清理过的好友后面三个点 会提示 没有可清理的图片 视频或文件 回到聊天页面 还是可以看到 与这些好友的聊天内容 图片和视频 也会留下缩猎图 但点开15天前的图片 会提示 图片已被清理 无法查看 如果是15天内的 则会重新下载到本地 如果你只想保存文字和语音记录 这样操作就非常方便 如果你还想批量 把这些好友的文字和语音的内容 全部清空 还是回到聊天记录空间管理 再次选择需要继续清理的好友 点击清理 这里会再次提示 这个好友的图片 视频和文件都被清理了 还是619兆的文字 语音 表情等聊天记录 然后我们点击最下方这行小字 点击删除 再次确定删除 就会清除所有聊天内容 清除后 再回到聊天页面 所有聊天记录都被清空了 如果你只想单独删除某一个好友 或群聊的聊天记录 也可以在这个好友聊天界面中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然后选择清空聊天记录即可 如果是重要的好友聊天记录 我们就不能这么暴力的一键清理 再回到存储空间 进入聊天记录管理 点击好友或群后面的三个点 挨个选择不需要的文件 点击清理即可 除了聊天记录 我们平时刷朋友圈 视频号 公众号 小程序时查看过的图片 视频等内容 也会缓存到手机上 还是回到存储空间 找到缓存 缓存文件清理后 对微信的使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如果需要 它会自动下载回来 我们可以不定期来这里清理一下缓存 给手机释放更多的可用空间 点击前往清理 把这些项全部选上 然后点击清理 确定清理 清理成功后 缓存这里就编成了0KB 在页面最下方 新版的微信把其他数据拆分成了资源文件 其他账号聊天记录和必要文件两块 前者包含微信在运行和使用中下载的一些资源文件 如果你曾经在这个设备上 登录过其他微信账号 这些账号的聊天记录 缓存数据的信息也包含在这里面 之前要删除这部分的文件 需要进入深度清理模式 拆分后 直接点击前往清理 清理 确定清理资源文件和其他账号的聊天记录 即可清除这部分数据 除了通过清除数据的方式 来节省空间 减少数据的下载也同样重要 点击我 设置 通用 找到照片 视频 文件和通话 这个自动下载是指 你在电脑上的微信客户端 查看了照片 视频和文件 打开手机微信时 这些内容会自动下载到当前使用的手机上 关闭自动下载号 我在电脑端查看的文件 这些内容将不会自动下载 你需要在手机上再次点击这些图片和视频进行下载 如果你的微信不经常接收重要资料 可以选择关闭自动下载 当我们在聊天界面 使用拍摄功能给朋友发送照片或视频时 微信会自动将刚刚拍摄的照片或视频 同时保存到手机相册 关闭照片和视频后 我们随手分享给好友的照片和视频 就不会同时保存一份在相册 如果有喜欢的照片 可以在聊天界面打开图片 点击保存图片手动下载到手机相册中 当我们刷朋友圈时 列表中的视频会自动下载并播放 关闭移动网络下视频自动播放 视频内容只有在我们手动点击时才会播放 可以帮助我们节省移动数据流量 还能避免不必要的内容被下载到本地 除了朋友圈 微信小程序也会占用不少的资源 虽然微信团队限制了小程序的体积 只有两兆以内的小程序才能提交审核 但小程序在运行过程中 也会把文件、图片等缓存到本地 一些小程序还可能会在后台运行任务 如数据同步、消息推送等 这些后台进程会持续占用内存资源 我们把不需要的小程序清除掉 下拉好友聊天列表 按住需要清除的小程序 然后拖动到最下方 红色垃圾桶图标区即可 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发现 这里会显示很多我们平时用不散的功能 让界面显得繁杂 加载和显示这么多功能 也会占用一定的内存资源 点击我 设置 通用 发现页管理 点击看一看 把在发现页中显示该功能关闭 找一嗓 听一听 搜一搜 这些都可以关闭 留下平时经常使用的功能就行 关闭后再回到发现页 是不是就干净多啦 如果你微信占用的空间实在太多 以上操作完全满足不了你极其可危的存储空间 也可以把所有聊天记录都迁移到电脑上 然后卸载重装微信 再把重要的好友聊天记录迁移回来 这样能彻底清除所有数据 而不丢失重要聊天记录 由于篇幅比较长 这里就不展开掩饰啦 有需要的小伙伴把需要打在公屏上 没准下期就有 好啦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 如何清理你的微信空间 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你示范手机存储空间 让你的手机运行更加顺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